士族赛开跑 各界纷纷预测本届的赛事胜负 地主国俄罗斯也推出了一只 能神准预测的猫 要来接棒章鱼哥 这只剩下来就听不见的猫咪 在去年周际国家杯足球赛时 四场就命中了三场 准确预言了冠军队 士族赛倒数各界开始预测 本届赛事胜负 地主国俄罗斯也准备了一只 能神准预测的猫阿基里斯 要填补2010年世族赛章鱼哥的空缺 住在圣彼得堡 艾米塔吉博物馆的白猫阿基里斯 在去年周际国家杯足球赛 就展现了优异的预测能力 四场命中三场 并准确预测冠军队 其实阿基里斯患有先天性失聪 听不到声音 但这反而让他更加专注 博物馆正在为他进行训练和饮食控制 希望他成为章鱼哥接班人 不过根据国际士族总会 公布的最新阅读世界排名 上届士族赛冠军德国队依然高居榜首 外界看好德国队具有夺冠的大好优势